半碗米,救过千人万人 我老婆子,你在胡闹什么,快快 深夜一位八十岁的乞丐婆处着拐杖拿着破碗 步履蹒跚地来到富豪家门口乞讨 只见他随即轻轻扣响大门 而屋里的家丁听见声响便开门而出 见他是个乞丐婆,然后竟狠狠地将他推倒在地上 可乞丐婆并没有生气,而是捧着破碗对家丁说道 只要能给他半碗米,就能拯救千万人的命了 家丁闻言便嘲笑他是一个疯子 而一旁的乡民也在议论纷纷,如今天下大喊粮食紧缺 就这半碗米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就在这时屋子的主人洪老爷听闻动静,便缓步走了出来 随即责怪家丁为何与一个疯婆子纠缠不休 家丁见状便立马解释道 这个疯婆子说只要在他破碗里放半碗米,就能养活千万人的性命 听闻此话洪老爷顿时觉得挺有意思 难不成自家的百米成了神秘啊 接着又对乞丐婆一顿嘲讽 老婆子,你不会是化缘的观音菩萨吧 尽管受到大火的嘲笑 可乞丐婆却从容不迫的小红老爷表示道 自己虽曾身处富贵,却未能真正理解富贵的真理 若能看透富贵,便会明白金钱不顾是身外之物 此后留在棺材里也只是尘土一堆 若能在今生善用财富救济百姓,那将是功德无量之举 此话一出,红老爷顿时觉察道 乞丐婆言此间显露出非凡气质 认定他非寻常之北 于是欣然地应允了请求 随即吩咐家丁拿来半碗米倒入乞丐婆碗中 而乞丐婆接过米歇过之后 便转身悠然离去 看着乞丐婆离去的背影 红老爷这时却又是一顿嘲讽 他表示说看你究竟如何用这半碗米拯救苍生 可乞丐婆却置若网门,而是继续前行 但红老爷和家丁返回府邸后 只见那乞丐婆身上竟不断掉出珍珠 在旁的乡民见状喜悦万分 纷纷俯身实践 而红老爷这时听见外面声响 便再度踏门而出 随即吩咐家丁抢抢珍珠 结果刚好收集到了半碗 接着他急忙让管家鉴别真尾 只见管家随即拿起一颗放入嘴里咬了一下 便很明确地表示这真是活真价实的珍珠 见此红老爷接过珍珠却满怀疑惑地说道 我给了他半碗白米 他竟给了我半碗珍珠 这世上竟然有这等好事 而义堂的家丁正是很自信地表示 莫非乞丐婆就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听罢红老爷顿时也明白 那乞丐婆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是特地来点化我们的 于是赶忙让大伙跟随自己下跪 感谢观音菩萨 据说此时双疾并留下苦尽甘来 祝福将来的自己好与连连一顺百顺 经此一事后 红老爷便将那半碗珍珠带到了法华寺 并心怀虔诚地深深跪拜 祈求观音菩萨庇佑城中的百姓早日脱困 次日一大早 红老爷便邀请县令大人 前来商议开仓放粮之事 县令大人一听此言 非常高兴地替百姓感谢红老爷的答案 并表示一定会上报朝廷给予嘉奖 当城中百姓得知 红老爷准备为他们开仓放粮的时候 顿时议论起来 表示红老爷真是他们的活菩萨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